那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关系的把这这一条线画出来跟这一条线画出来那这个就就就就完成了 好快这个各位看一下好了这一题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首先的话呢我们一样底部比较简单所以这里的话先画一个95 enter 然后呢 画两个圆这边是多少67 enter 然后呢空白键重复上个指令 你再按一个空白键结束再按一下就重复他重复 23 Enter或空白键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我就因为我只知道说这边要画一条40可是 都是切点并没有焦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子就是直接先把这一条线 画在这里 但是呢我的角度是-28 那-28 一般是怎么样一般 以往我们如果不知道极坐标的话 通常会这样就是直接画一条线 再旋转 旋转之后有没有-28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画一条线 40 然后再旋转 可是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更简单的极坐标 极坐标你这边有个设定有没有 你可以把增量角度能改为-28 不过记得你画完之后你就可以再把它怎么样的 改回来 不然的话这个增量角度会一直都是28 那-28就是我要的一个角度 或者你可以 332也可以 因为这个是我要画的一个角度 我可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你就 再来点一下线段 确定一下是极坐标 那再点起点 再点角度之后你会发现-28 332的时候呢 他也会出现一条 虚线 那表示说我这角度找到了 找到之后你就输入 40 Enter 好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一条线 好 那我今天如果说把它放在这个圆上面 那我怎么知道放在哪一点 我不能乱放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 就是 可以用复制 复制什么呢 把这个圆复制一下 复制这个圆 空白键一下 把这个圆怎么样 从 这个 从什么呢 从这边 复制到这边 有没有 按空白键结束之后 有没有一个焦点出来 焦点不是 两个圆相 有没有 就一个焦点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其实 这一条线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端点就应该放在这个焦点上面 了解意思吗 有没有 这样来看 其实 这一条线 在这一条线